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大家又来到我这个主日特辑 我们今天来结合当前的一个时事 我们来讲一讲本周的一些信仰的话题 那么结合什么事呢 眼下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基督徒祷告游行事件 据官方统计大概有5.5万人 那实际还有一些人可能临时加入会更多的人 在整个美国DC的这些主要景点 林肯纪念堂 华盛顿纪念碑 国会 这一大圈进行游行祷告 那么祷告的主题是向上帝进行忏悔 向上帝进行悔改 承认自己的错误 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就来挖一挖里边的一些内涵 看看这个游行能否唤起美国的悔改 同时呢 我们也聊一聊 就是说这种悔改里面的一些特殊的含义和需要重视的点 那么按照老规矩 咱们必须要提醒一些不小心点击来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平时都是时事 但今天这一期是专门讲基督教信仰话题的 所以如果您对于基督教信仰感到反感 或感到不喜欢 请您谨慎观看 或者最好就不要观看 以免给您造成不适 好 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那么首先呢 砖头必须要表明立场 或者是表明一个态度 我对于这个游行大体上 总体上 我是支持的 我是认可的 因为可能我后面要进行一些的分析 可能带有一点点的批评的味道 或者带有一点点剖析的味道 以免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 那我先声明 我对于这个游行活动 整体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这种游行会引发出来一些不好的解读 或者是有一些偏差的解读 这也是今天咱们为什么要讲这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那么有两个大点 今天有两个大点要说 第一个大点呢 就关于说 这个人多在一起祷告 是不是就特别蒙神的垂听 我相信这个话题呢 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有共鸣或会有疑问 是不是很多人 人说 神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 我就在你们中间 那是不是两三万人一起祷告 就比那些人就更灵呢 我们今天第一个说说这个 第二个说 说这些美国人在这里祷告 回来主啊 我们错了 是不是神就一定真的能重新眷顾美国 让美国grade again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可以做到 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一点 好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说第一点 关于这一点呢 我坦白的跟很多弟兄姊妹讲 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为什么 一个人祷告本质是什么 是人和神的沟通 一万个人祷告 是一万个人和神的沟通 有些人觉得说 我一万个人 我十万个人 我跟神的沟通 我面子就大 这个 我不能说别的 我只能说这个朴素的观点 在很多人心里都存在 就像以前古时候 对吧 满朝文武 结成联盟 请皇上收回成命 底下一帮人 请皇上收回成命 这个玩意儿本质上是什么呢 是一个逼宫 对不对 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是一体的 你现在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了 你要跟我们一致 但大家想一想 我们信的这位上帝 他受这种约束吗 我们信仰这位神 他怕我们逼宫吗 毫无疑问 他当然不怕 对不对 神的意志 什么叫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就是绝对自由的 他自己的意志 就是说神的概念 比如说他怜悯一个人 本来他说我不怜悯 我不帮不帮助这个人 这个人他也不好 我也不管他 但是 我今天动了慈心了 上帝也动了慈心了 我今天我就改了主意了 我改了主意了 我去帮助他 这个改是因为神自己的内心改 还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某些行为改了呢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跟你大家讲 我的观点 神的心意的改变 是因着他自己内心的改变 而不是因着人的改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 所以圣经里边耶稣基督早就跟我们说过 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 还记得吗 马太福音吧 我记得是 马太福音怎么说的 说你们祷告不要像那些外邦人 他们以为用的话多 吃不到扶桃皮 就能够蒙锤听 不是的 你们祷告要回你们自己家 进入内室 向你们天父祷告 你附在暗中查看 就怎么样 就必然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圣经里圆文人家说的 所以祷告是你人和神你们一对一的交流 绝对不是说人多了就零 我们今天纠集十万人 主啊你要成就一个事情 若不成就我们就不活了 那就别活了 明白吗 神绝不妥协 神绝不被胁迫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 这是人和神的区别 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 有些人我担心他们可能听不了 听完他们可能会受伤 但是很抱歉 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 否则如果一个神会被人所胁迫 那他就是人 他就不是神了 以前我做青年辅导的时候 有些人就问我 说方弟兄 听说韩国有个祷告山 我能不能去祷告山祷告去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祷告山祷告去 他说我有个心愿 我不能跟你说 但是我自己内心的心愿 我觉得去祷告山祷告 像朝圣一样 我们那么多人在那里祷告 那么神就垂听我的这个祷告的几率大 那其实听了我今天讲的朋友 如果你们还有类似的疑问 我相信可能也就明白了 没有区别 只要你用心灵和诚实 你不管在哪里 你就是在中国最深的这个霉窑的最底层的地下室里边 跟上帝祷告 这厚厚的地层 他也无法阻断你跟神的联系 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所以今天这五万多人祷告 很多人说 你看这五万多人祷告了 就能够扭转美国 差得远 没区别 一堆人祷告 彼此唯一能起到作用 就是彼此建造 或者就是彼此更加鼓劲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说很多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彼此是有劝勉和鼓励的因素的 这个我是支持的 但是大家千万 就是有的时候真理和谬误 只有一线之间 你们在一起彼此祷告的时候 互相劝勉 弟兄你也祷告 好我也祷告 我也为你祷告 好很好 这是有爱心的表现 但是千万不要再往前跨那一步 因为一旦跨过再跨那一步 那可能性质就变了 好吧 这是今天咱们我想跟大家聊的第一点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第二观点 也就是正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困扰我 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衰落 那么这么多人开始悔改 在福音派牧师的领导下 向上帝悔改 是不是美国就能够悔改的呢 是不是上帝就能重新眷顾美国了吗 我跟你大家讲 真的不一定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历史上有这个判例 专头以前学法律的 这个美国要解释判律法 对不对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 在信仰上的判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说起来 时间我们就要往回导送 导回到两千多年前 具体时间我不是掌握得很清楚 但当时是以色列 因为之前被掠走了 后来回归 在这些信仰领袖带领下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重建城墙 重建圣殿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色列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悔改行为 跟今天这个有点类似 甚至比这个还做得更彻底 怎么彻底呢 从他们生活中的每天的一些习惯 不违背就约的 然后从他们吃饭的一些不洁净开始 然后到他们 就是小的大的 到他们娶了一些人 一些人娶了外包人的媳妇 这些在血统里边不纯净等等 进行悔改 甚至有的人更极端的 为了这个悔改 把媳妇休了 把媳妇跟媳妇离婚了 孩子也不要了 以此来作为悔改 好 那么我们看他们这么做之后 他们有没有成功挽回神的眷顾呢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很遗憾是没有 如果他们诚心的 让这个以色列 Great again 那么以色列 或者今天的世界格局版图 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对吗 他也不会是到了这个近代 才又重新复活 神没有重新的 让这以色列再次伟大 在圣经人的意思记载说 后来的一些先知 看到以色列的弟兄 他们的房屋被外邦人焚烧 到后来以至于说 有整整四百年的沉默期 四百年 神再没有给以色列任何的启示 那么四百年之后呢 四百年之后 主耶稣基督亲自来了 所以你看我们挖掘这个历史事实 他跟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悔改 你要悔改到点上 悔改它从来不是一个态度 它不是说 哎呀 主啊 我错了 泪流满面 哭得越凶就悔改越好 不是的 是你要真正改变你的错误 你才是好样的 对不对 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 每一次聚会 痛哭流涕 主啊 我错了呀 我不给我的员工开工资呀 我这个贪污受贿呀 哭了一大堆 结果后来他该贪污贪污 该拿钱拿钱 该不给员工开工资 还不给员工开工资 这样的人他是真悔改 他当然不是真悔改 他没有悔改 他只是伪装的像是悔改 对不对 所以说悔改不在于 你做了哪些行为 这个行为有多夸张 有多引人注意 这个声光电效果有多好 不是的 悔改的根源在于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行为 我们举一个世俗的那种例子 这是我小时候 我父亲给我讲的 他跟我说 一个男人 真正有毅力的 这个典范和没毅力的典范 没毅力的 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 一个有毅力 一个没有毅力 都说戒烟 一个男的 头上拉一个横幅 记这 咔咔咔咔 一记 上面写俩字 戒烟 然后必胜 然后呢 戒人就说 我戒烟了啊 都别跟我面前抽烟啊 我受不了啊 我这个戒烟 我戒烟为身体好 我为了这个家庭负责任 我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我了不起 我无敌了 结果 没人的时候 好爽 好爽 躲那儿抽烟去 他受不了 他戒不了 有的男人 听别人说完了以后 抽烟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有害自己的身体 对二手烟对身边的妻子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他把抽这个烟拿下来 最后抽一口 然后把这烟往那个烟灰杆里面 一摁 轻轻说了一句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然后这个人四十年到死他没抽过烟 我爸就跟我说 这个男人是真男人 这个故事我记到今天 那么这个东西从世人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种悔改 它没有那么多的声光电效果 它只是改变了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套回到以色列当中 你就会看到 以色列人当初他犯了什么错误 以色列人当初错就错在 他们丢失了对神的敬虔 他们丢失了对神的敬畏 神希望他们是成为一个属神的国度 而他们只想着平安太平的过日子 所以最后神发现这些人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神就四百年没有跟他们再说话 哪怕这些人把媳妇都休了 按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重大的损失 把婚姻破裂了 为了神的缘故婚姻破裂了 但是神有没有理他们 没有理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悔改 因为他们甚至不是这些人假 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也很无辜 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了 所以四百年以后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了说 我来不是要让地上得太平 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 怎么解这话 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征战来了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打仗来了 他丰丰富富有恩典 还有什么 有真理 有真理就是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 我们之前错在哪了 所以神在地上要建一个属神的敬钱的国度 你把这点做到了 媳妇孩子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 如果说好家伙 跟媳妇离婚就能复兴神的国 我跟你说今天有大把的人 为了神的缘故 把媳妇休了 可能吗 这不开玩笑吗 对不对 跟媳妇离婚你就能复兴神的国 无稽之谈 所以说以色列人当初发了这个错误 他们没有盖到那个点 他们没有找到那个关键的点 就是他们到底错在哪里 今天 现在有很多的美国人 他们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点 他们祷告悔改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因为政治原因还是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的祷告词非常的保守 他们一直在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他们却没有明确的说他们自己错在哪里 美国今天的唯一的错误 跟政治无关 只跟信仰有关 因为美国丢失了对于神的敬钱 美国丢失了对于神的追求 美国人也开始像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哪个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生的过日子 我们能够有吃有喝 我们生活的幸福 我们想干嘛干嘛 这个最重要 神的国 谁在乎 这个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罪 美国人如果不能够认清楚这个问题 美国就没有复兴的机会 美国能有今天 是真的有神的眷顾 在方方面面 我相信我举的例子也是有片面的 有更多的这个 弟兄姊妹 你们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 你们如果有的话 你们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有更多的例子来论证 美国是如何的在神的帮助下 能有今天这个情况 所以 美国有这个自然游行是好的 美国有这个导国游行是好的 认罪总比不认强 悔改总比不改强 但是 悔改它终究还是要能够找到那个核心点 美国必须要重新认识到 美国想要再次伟大 必须让美国的教会再次复兴 按照现在的这些美国教会里面 年轻人的纷纷的流失 去一个美国的教堂 你可以看到 从后面往前看 都是白发苍苍 年轻人去哪了 如果美国的年轻人不能够回归的话 那么美国就 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 听到这可能有观众朋友已经明白 前面我为什么再三要强调 就是真的是 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 总体来说是个好事情 但是我这个 有一点咱们怎么说呢 说一点精益求精 或怎么样 我能够希望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理解的 能够更深入一些 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面 想象我们有这么多人 跟神祷告 我们也悔改了 神就一定会眷顾我们 不一定 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抓到那个点 而如果整个美国都真的认识到了 都真的认识到了 说我们存在这个地上 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能够做光做盐的时候 当他们能够重新高举上帝的时候 美国才能真正 真的伟大 美国真的伟大 不靠川普 也不靠任何一个领导人 而靠神的眷顾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主日特集 就聊到这里 有什么规定 有什么看法 欢迎我们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